我的號碼是4789 這個我就蠻推薦大家來日本可以買的 其實這個我自己喝覺得蠻喜歡 它裡面其實就可以直接加到水裡面 大家我們現在人來到了參加北京富士山的Expo會場 我們太早來了全部都還沒開 但因為現在的時間是比賽前一天 我們要先去完成祭物 因為其實這場比賽是從北京富士山登山口 就是廖金所出發 但其實一路到山頂其實是全線封路 就是不能開車上去的 所以其實是需要自己再下滑下來 所以它的賽事就是有讓大家可以完成祭物在山頂 你就可以把保暖的東西放在上面 下滑的時候就可以穿你的保暖衣物下滑 所以我們現在先去祭物然後報到 出發 這是一個田徑場 他們的田徑場跟台灣一樣 也會有一個各個比賽的紀錄 100公尺10秒13 可惜沒有進走的成績 他們只有到400公尺跨樓 所以其實這邊沒有到更遠 可能800公尺1500公尺 因為這邊不知道是海拔比較高嗎 這邊現在海拔大概是900 1000 那些錢 OK 我們拿完了物資 然後待會就把我們的 就是要祭物的東西裝在裡面 接下來再帶大家去逛一下 那X-Pro有哪些東西 我們總共有的物資就是 這裡面會有一個號碼 那這個號碼是被貼 然後裡面有個晶片 那晶片其實就跟我們比山鐵的過程一樣 會有一個綁在腳踝的 然後後面有幾張貼紙 一個是貼在安全帽上 然後另外兩張就是要貼在我們 到底要記物的這個包包上面 所以我們把記物的包包先整理進去 然後準備去記物 我的號碼是4789 有三張 然後兩張拿來貼在袋子上面 我們今天蠻有趣的是 因為我們其實 踢早了蠻多啦 因為這邊其實X-Pro11點才開 然後我們來富士山這段期間 剛好是爆大雨 因為台灣的颱風直接 北轉往上到日本這邊來 所以其實天氣不是很好 然後好在好在今天下午開始放晴 然後明天比賽的時候應該是好天氣 不然真的是很擔心雨這麼大 要怎麼騎富士山 其實記物的包包我裡面 就用CD的袋子 然後我裡面就是帶了 我這次下滑要穿的 一件羽絨外套 一件防水的外套 然後一件長袖的後車衣 因為其實山頂長年大概只有6到10度 所以我蠻怕冷的 然後還有 全子的手套 還有襪套 因為很怕會有下雨的狀況 OK 大概準備完成 這些就是我們 包包 然後我們就準備拿去記物 然後帶大家來逛一下X-Pro有哪些東西吧 OK 我們已經完成記物 所以這邊其實就是一個北陸公園 然後我們剛剛沿途下來啊 它有經過了棒球場 然後也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 我們現在在田徑場 然後我們剛剛就是在後面這邊完成記物 接下來這一整圈田徑場 全部都是餐位 我們就來看一下大概有賣什麼東西吧 這邊 都是一些單車保養的東西 全部都是單車相關的 頓滑油 這裡 這是一個 全部名字的姓名牆 這根本找不到吧 你看這個名字這麼小 我們來找一下我在哪裡 喔 喔 這裡 梁哲瑞 我的名字也太小了吧 哇 Unix 這個牌子其實在台灣沒什麼看到 但在日本其實超多人騎這個品牌的單車 台灣可能都覺得這是單 羽球品牌 嗨 Youtuber Youtuber 它的這個輪組的設計也有點帥耶 這個展示的直接把貼紙貼在上面 PZ Road 我自己平常最喜歡的是用這一條 就是Race 還有TLR 看一下這條 Race TLR 無內胎系統也很棒 一萬三一萬一 價錢其實跟台灣差不多 各個款式展示的超齊全 發現一個蠻酷的東西 它是把新綠帶直接貼在胸口上 像這樣 這應該也蠻少見的 就是台灣好像沒有看過 就不用綁一條新跳帶 完帥了 其實我們這樣就已經 繞了一整圈的 然後 它其實就包含了一些配件 可能像是 一些潤滑油啊 洗車或用到的工具 後面那一整排 就整個都是乘車區 然後我這個半圈 全部都是補給品 像是 AMINO 所以這邊也蠻多那種 我們常常看到在比賽中的set 有沒有看到 就是一個 組合包 一場比賽你可以直接像這樣 你看 對上來講 25K 吃這樣就夠了 當然還有一些台灣買不到的 就是 會有這種 gold的果膠 然後又有這個 pro的short 就是 劑量跟台灣常見的紅色會有點不一樣 這個我就蠻推薦大家來日本可以買的 其實這個 我自己喝覺得蠻喜歡 它裡面其實就可以直接加到水裡面 變成運動飲料 而且它還有含bca的少量 bca的成分 就是其實可以幫助你在騎乘中 不一定要吃果膠也可以 稍微補充bca回來 蠻喜歡的 蠻喜歡的 我來日本都會買一點回去 因為台灣沒有賣 繞了一圈 差不多耶 還有我們最熟悉的Garmin 他們也有來展攤 擺了一台Tax Neo 2T 其實我覺得蠻幸運的 因為其實前幾天 因為天氣的關係都 下暴雨 還好今天終於放行 瓦戶也有 在現場展攤 然後裡面也有瓦戶的訓練台 還有全套的訓練設備 繞了一圈差不多耶 我覺得很豐富耶 這個如果可以來逛的話 我認為大概可以花個 就是兩個小時左右 慢慢一攤一攤逛完 然後包含我們剛剛去裡面 這邊完成祭物 然後把物資領完 我覺得整個set還蠻舒服的 然後其實這樣領完物資之後 下午去稍微騎個車動一動 準備明天的賽事我覺得是 還蠻充裕的 OK 那我們就休息一下 然後準備下午去稍微騎個車 準備明天的賽事吧 富士山 現在的富士山已經沒有雪了 只剩下一點點 雞條白雪而已 明天我們就要爭取它 好了 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騎完了 我們騎了河口湖加西湖 富士山 我們今天總騎了32公里 然後剛剛中午還去吃個飯 但今天就是報到完加吃飯 然後加輕鬆騎河口湖一圈 明天就即將是富士山登山再登場 OK休息一下明天賽事件 我是李宗盛 各位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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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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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